民数纪第二十二章 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 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 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 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 对米甸的长老说 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为所有的一概舔尽 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 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 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 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 找巴兰来说 有一宗民从埃及处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 这民比我强盛 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 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 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 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 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 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 巴兰说 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我必照耶和华所小育我的回报你们 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 神临到巴兰那里说 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 巴兰回答说 是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 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 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 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 把他们赶出去 神对巴兰说 你不可同他们去 也不可咒诅那民 因为那民是蒙福的 巴兰早晨起来 对巴勒的使臣说 你们回本地去吧 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 摩亚的使臣就起来 回巴勒那里去 说 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 巴勒又差遣使臣 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 他们到了巴兰那里 对他说 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 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 你向我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 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行大事小事 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 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 当夜 神临到巴兰那里说 这些人若来招你 你就起来同他们去 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巴兰早晨起来 背上驴和磨牙的使臣 一同去了 神因他去就发了怒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 他骑着驴 有两个仆人跟随他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就从路上跨进田间 巴兰便打驴 要叫他回转上路 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 这边有墙 那边也有墙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 将巴兰的脚挤伤了 巴兰又打驴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 站在狭窄之处 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就卧在巴兰底下 巴兰发怒用杖打驴 耶和华叫驴开口 对巴兰说 我向你行了什么 你竟打我这三次呢 巴兰对驴说 因为你戏弄我 我恨不能手中有刀 把你杀了 驴对巴兰说 我不是你从小时 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 我素肠像你这样行过吗 巴兰说 没有 当时 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巴兰便低头 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 对他说 你为何这三次 打你的驴呢 我出来抵挡你 因你所行的 在我面前偏僻 驴看见我 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 驴若没有偏过去 我早把你杀了 留他从活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 阻挡我 你若不喜欢我去 我就转回 耶和华的使者 对巴兰说 你同这些人去吧 你只要说 我对你说的话 于是巴兰 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 巴勒听见巴兰来了 就往摩押京城 去迎接他 这城是在边界上 在雅嫩河旁 巴勒对巴兰说 我不是急急地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 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 巴兰说 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 神将什么话传给我 我就说什么 巴兰和巴勒同行 来到激烈湖索 巴勒载了牛羊 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 到了早晨 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 巴兰从那里观看 以色列营的边界 巴兰 巴兰